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齐浩表示 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后遗症 让新一市场经济体未来5年的成长率较过去低 从赞业转行科技业的中科云网齐浩无法偿债付款 就为中国纪念债务本级违约的首例 该公司资金缺口达到2.406亿人民币 受此冲击中国垃圾债券投机及债券价格重挫 名其友达集团董事长李坤耀去年10月清传重逢入院 后来友达也宣布将提早实施周休二日 周三有周刊称李坤耀可能会在6月份的股东汇复出 微软主管表示公司考虑开放自家旗舰产品 Windows作业系统的原始码 更进Linux、Enjoy等广受欢迎的开源码作业系统 下集是这里报道